原标题 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如一般女皇武则天 垂帘听政慈禧等等 而关于这些人的历史评价 大多都是以负面为主 尤其是吕智 在刘邦死后独揽大权 而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 吕智不顾众大臣反对 春风自己已顾的大阁吕侯为道武王 吕智之为赵昭王 由此开启了吕智锋王的时代 从侄子到外甥 吕氏一都十几人 都先后被封王封侯 刘氏王朝早已变成了吕家的天下 不仅如此 吕智执掌大权之后 展开了对刘氏子弟的杀戮 大皇子刘肥 三皇子刘如意 五皇子刘徽 六皇子刘友 八皇子刘建都惨死 在了吕智的徒刀之下 除了刘氏皇子 对于刘邦生前的宠妃欺负人 吕智更是恨之入骨 将其活活做成了仁智 舍些心肠 残忍至极 但就是这样一个无法无填 残忍至极的女人 却也有惧怕之人 这个人就是大皇子刘肥的次子刘章 当时 吕智为了控制刘舍皇子皇孙 便将吕氏家族中的女子 都许配给了这些人 以此充当眼线 刘章也不例外 吕智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他 但因为刘章从小空有一身力气 大大咧咧 吕智也就对他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但令吕智没有想到的是 刘章看似头脑简单 胸无大致 但其实早已对吕智专臣不满 有意除掉吕智 直到有一年 刘章入宫侍奉高后举行酒宴 吕智叫刘章担任酒力 在行酒之前 刘章请求吕智说 我是武将之后 希望用军阀来煎酒 吕后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当宴会进行到一半 刘章又站出来说 请让我为太后唱唱耕田的歌谣 吕智依旧同意了 只听了刘章在歌中唱道 不是同类 坚决铲除 这明显是暗讽吕智 吕智听后沉默不语 歌唱完不久 吕氏子弟中有一人喝醉了酒 准备先行离开酒席 刘章直接追悠过去 拔剑杀了死人 吕后和众大臣看后大为失惊 但因为先前已经答应刘章 准许他按照军法来煎酒 所以也就无法将他定罪 经过这件事后 吕智和吕氏家族子弟 都对刘章忌惮不已 而刘章的威望 也在朝中树立了起来 吕智死后不久 刘章与太尉周伯 又成像陈平安中联系 一举破灭了吕氏家族 夺取天下的梦想 吕氏子弟也被刘章全部诛灭 在刘章的拥历之下 带王刘章会朝 即位为汉文帝 吕智可能到死也想不到 自己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计划 就这样 被自己都不在意的一个人给破灭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